7月1日晚上,7月2日早上,一直在電視旁邊,去看這個場面 心情很坦剔,不是很開心,因為覺得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一直在反問這個問題,因為當時是看到一些很暴力衝擊的市民 衝進立法會,他們很激動,為了他們所謂的自由,為了他們所謂的公義 但是我自己在反思,香港什麼時候會變成一個是誰夠健康,誰能夠打就可以說了算的社會呢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多元,很自由,大家想表達意見的一個地方 你有什麼訴求,都不是說暴力可以解決的 第一,這個會演變成一個不好的先例,給我們以後的小朋友 你不可以說因為你不喜歡什麼,或者你想要什麼,就打橫來 不顧法治,不顧香港的秩序 所以我覺得,人們這樣說是很不負責任的 我覺得在法律上面有人平等,你不可以說我有一個崇高的理想 就可以靈架在法律之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,香港就不是香港 香港也不會有現在在國際的地位 對於我們的法律的最高的權力架構 就是立法會造成一個侮辱 是對衝擊我們的立法會 但是之後,我們一定要守護我們香港的法治 是不可以放容這班暴徒 一定要將他們成之於法 要拿法律去制裁他們 這樣才可以維持我們一個法治社會的稱號